2018 的 13 剛落幕 相信大家一定看到了許多令人眼睛一亮的大作 雖然其中有不少遊戲要等到明年才推出 不過不用失望 今年下半年同樣也有不少值得期待的作品 正蓄勢待發喔 想知道有哪些作品嗎 趕快來看看電玩瘋的整理報導吧 在今年剛落幕的一歲展中 出鏡風頭 堪稱是任天堂必殺王牌的任天堂明星大亂鬥特別版 掌控了全球無數狂熱粉絲的目光 自然不可能在我們2018下半年 十大期待遊戲的名單之中缺席囉 畢竟這次的特別版登上了任天堂最新主機 Nintendo Switch 讓玩家可以走到哪兒玩到哪兒 而且系列作品19年來出場過的角色全都齊聚一堂 其中也包含許多跨廠商的夢幻共演 人數多達65名 來自七彈大作戰的Inkling 與來自銀河戰士的利德雷這兩隻菜鳥 可得要好好表現 才不會在前輩們面前丟臉喔 當然份量爆棚的場景與互動元件 以及平衡調整也是一定要的 這一切都是為了12月7日繁中版同步上市之後 能夠帶給玩家最棒的遊戲體驗喔 有著獨特的背景範圍 遼闊冒險世界的一城與生系列 一直以來都受到許多玩家的喜愛 不過以往的作品都是以單機為主 因此常常有玩家遺憾 無法和好友們一同探索這個末日後的新世界 如今這個遺憾 就要由即將在年底推出的 一城餘生76來滿足囉 雖然同樣可以單人遊玩 不過這次新作最大的特色 就是多人連線功能 讓玩家可以和好友 或是其他玩家一同合作冒險對抗敵人 當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想要互相傷害也是可以的喔 和其他硬派的多人連線生存遊戲不同 一城餘生76死亡後 不會失去冒險進度或是角色 遊戲中也不是採用 成千上百個玩家同時連線的大伺服器 而是人數較少的小型伺服器 所以玩家的角色不會綁死在一個伺服器 隨時都可以到其他伺服器和好友一同遊玩 光是一城餘生的招牌 就對玩家有著無庸置疑的吸引力 如今再加上多人連線的要素 樂趣想必會增加好幾倍 粉絲們是不是等不及要和好友們 一起來探索這個充滿驚奇的廢徒世界了呢 以往的漫畫改編遊戲 常常被許多人認為 只不過是賣給粉絲的情懷之作 不過自從之前的 蝙蝠俠系列遊戲推出之後 遊戲的遊戲品質也扭轉了大家的刻板印象 而在蝙蝠俠之後 還有誰能夠接下這個棒子呢 這個時候就是另一位超級英雄 超人氣的蜘蛛人登場的時候啦 自從去年E3展 Sony公布漫威蜘蛛人後 影片中那流暢到有如電影一般的 飛簷走壁與戰鬥畫面 以及細緻的紐約街景 都讓人不得不期待這款下半年的動作大作 主角蜘蛛人在遊戲當中 將會與以富片先生為首的眾多經典反派對戰 目前釋出的BOSS戰 看起來也是精彩萬分 一場與電光人的追逐戰 更是漂亮地展現出遊戲移動系統的獨特之處 結合蜘蛛人能力以及高速反應的戰鬥系統 則讓玩家能夠流暢地使出超級英雄般的帥氣招式 另外本作也將會是以開放世界的方式來遊玩 玩家將能夠化身為蜘蛛人 隨心所欲地在紐約高樓大廈所構成的都市叢林間擺盪飛跳 玩家們 準備好在今年9 月戴上面罩 化身友好的鄰居蜘蛛人來打擊犯罪了嗎 和以往作品相比 耗費Ubisoft 三倍時間開發的刺客教條起源 去年上市之後 藉由精緻的畫面 全新的系統和玩法 為系列注入了火水 獲得玩家間一致的讚賞 重新擦亮刺客的招牌 有了前作的製作經驗 今年底即將推出的新作 《刺客教條 奧德賽》 想必也不會讓大家失望 這次的新作在時序上又超越了起源 是系列最早的作品 玩家將穿越回到西元前400年的希臘 有別於起源的單一主角或是系列的單一路線 奧德賽在劇情上將會有更自由的發展 玩家可以選擇扮演男性的雅力克西歐斯 或女性角色卡山卓其中一人 介入希臘與雅典之間 由古代世界大戰之稱的佛羅奔尼薩戰役 從被家族宣判死刑的斯巴達傭兵 一路奮戰到成為傳奇希臘英雄 並於冒險旅途中逐步揭開自身神秘血統的真相 除了主角的性別將會影響到故事內容 奧德賽最特殊的就是首度採用了多線劇情 依照對話的選擇不同將會使故事產生分歧 不僅有機會與不同的對象發展關係 就連結局也很有可能不同喔 究竟手拿長矛會使用斯巴達T的刺客 會是什麼樣不同的面貌呢 就等年底的《刺客教條奧德賽》來為大家解答囉 雖然說年初的《真三國無雙8》 讓許多人不是那麼滿意 但超人氣無雙系列的一舉一動 畢竟還是深受玩家們的注目 因此在《無雙歐羅奇蛇魔3》消息公布之後 各界還是對於它的表現抱著高度的期待 結合戰國與三國的奇幻故事背景 加上特殊的三人小隊玩法 《無雙歐羅奇蛇魔》的前兩款作品 都相當受到玩家們的好評 久違的第三代 更是加入了以宙斯為主的希臘神話背景 東西三方大亂鬥的故事想必精彩可奇 另外在系統上也加入了新變化 最讓人期待的就是全新的攻擊手段神術囉 武將們能夠運用神力 使出比一般蓄力更強大的攻擊 甚至還可以以多名武將合力使出合體神術 目前也公布了其中八名關鍵角色 還可以進一步將神力寄宿在體內 變身為神格化狀態 看起來真的是炫到不行喔 最後《無雙歐羅奇蛇魔3》也確定不會是開放式世界的架構 將回歸傳統無雙遊戲風格 想要玩爽快無雙動作的玩家們 是不是又重新燃起你的熱情了呢 老字號的橫向動作遊戲系列新作 《洛克人十一》 命運的齒輪 距離上一款的正傳作品已經相隔了八年之久 並且脫離九代與時代的點陣圖懷舊風格 以這個世代的技術 打造出手繪與3D模組並存的清新視覺表現 除了基本的跳躍、滑壘、集氣設計之外 這次主打的系統也是標題中的關鍵字 那就是特殊的兩種齒輪能力 第一種速度齒輪能夠延緩時間的流動 給予玩家更多的反應時間來迴避陷阱或是敵人的攻擊 第二種威力齒輪則是用來強化洛克炮與特殊武器的威力 甚至連形態與範圍也會改變 這兩種齒輪的運用時機 肯定會為關卡攻略與頭目戰 帶來更多的可能性與樂趣 相隔這麼多年 再加上有趣的新系統 一定會讓老粉絲們都躍躍欲試 大家記得在10月4日遊戲發售之前 可得要好好保養自己的手指喔 每年都有新作的《決勝時刻》系列 絕佳的射擊手感 以及令人血脈奔章的線上對戰 一向廣受熱愛射擊遊戲的玩家推崇 即將在年底登場的《決勝時刻》黑色行動4 在先前的E3展中也展出了多樣大幅革新的要素 這次的遊戲將全部心力專注於強化多人模式的體驗 不僅收錄多項傳統的多人對戰模式 殭屍模式也有新玩法 回到普羅馬時代 讓玩家體驗神鬼戰士大戰殭屍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四代多了系列首件大逃殺玩法的全新燈火管制模式 將會打造超越系列知名線上地圖核彈陣1500倍以上的開放式世界 玩家將能夠在超廣大的地圖上搶奪系列經典武器 還有各式海陸空的載具可以使用喔 在系統上《決勝時刻》黑色行動4 嘗試修改了系列中最常見的自動回血機制 改為由玩家手動控制補血的時機 除此之外 黑色行動4沿用了前作三代的專家系統 選擇不同的專家角色 不但各有獨特的武器配置與技能 更會有不同的強力大爵可以使用 四代預料將會有更多專家角色加入 讓玩家有更豐富的戰術搭配 儘管取消了單人戰役的決定遭到不少玩家質疑 但畢竟這款老牌系列遊戲的一舉一動 還是備受各界的關注 以目前公布的各種變革看來 相信還是值得玩家們的期待囉 想找一款射擊遊戲 有超具震撼力的陸空超大戰場 還有超過60名玩家的線上大混戰嗎 內行的都知道 除了戰地風雲之外 別無封號囉 如今最新作終於要回歸系列作的源頭二戰 怎麼能叫玩家不興奮到翻過去呢 即將在2018年底推出的戰地風雲5 將戰場拉回玩家所熟悉的二次世界大戰 以大戰中未見未聞未被呈現的各個戰役為主題 透過強大的寒霜引擎頂尖畫面 帶給玩家更加許許如生 身歷其境的二戰體驗 五代更加強了角色與環境的互動效果 除了全都可以破壞的地形建物之外 玩家還能夠自行打造掩體設立防禦攻勢喔 戰地風雲5將帶來兩種全新的線上模式 給予玩家更多變的遊戲內容 第一是結合武力模式 四名玩家將扮演空降部隊成員 透過連線組成小隊 挑戰隨機產生的任務目標 而另外一種則是玩家最期待的大型戰場 大型行動模式 在這個仿造現實歷史戰役所設計的模式裡 戰局將會隨著每日的戰況而有所變化 前一天全球玩家在戰場上的勝負 將會決定今日資源的多寡以及各種優劣勢 讓玩家更有參與大戰的感覺喔 齁 真的是讓人等不及想要快點玩到喔 說起Rockstar Games出品的第三人稱西部冒險RPG 避險狂殺 可以說是跟俠盜獵車手系列齊名的招牌大作 自從2010年遊戲在PS3以及360平台上發售之後 每逢各大電玩展 玩家無不瘋狂敲碗 期盼續作趕快上市 就這樣苦等了八年 碗都敲爛了 遊戲終於確定要在今年年底上市 更令人高興的是 這次玩家將能夠以中文完整了解整個故事囉 說好的神作 《避險狂殺2》與一代同樣是以美國西部邊境為背景 要帶玩家回到充滿俠客與步伐之徒浪漫傳說的拓荒時期 特別的是《避險狂殺2》將會是一代的前傳故事 玩家將扮演新角色亞瑟摩根 加入一代中惡名昭彰的梵特林黑幫 不僅要與聯邦探員對峙 更要逃過賞金獵人們的追殺 親身體驗西部壞蛋的傳奇故事 除了磅礡的單機劇情之外 《避險狂殺2》的多人連線也是相當值得期待 與《俠盜獵車手Online》相似 遊戲準備了廣大的西部荒野 供玩家線上冒險 此外傳聞這次將會有多個新的線上對戰模式 其中更是包括了近來火熱的大逃殺玩法 簡直是天造地設的西部荒野與大逃殺 究竟會有多神多好玩呢 大家再忍忍 只要遊戲不再延期 我們很快就可以玩到囉 綜橫遊戲界二十餘仔 系列銷售突破6300萬 自2013 年古墓奇兵系列重啟之後 大家熟悉的女英雄羅拉·卡福特 再度以年輕的新形象 站穩動作遊戲一節的地位 動作場面可以說是一代比一代還要精彩刺激 繼2015 年的崛起之後 重啟的三部曲終於要邁向最終章 大家是不是早就等不及了呢 在即將於9月推出的古墓奇兵暗影中 玩家將親自見證蘿拉從前兩代初出茅庫的素人探險家 真正推變成毀天滅地 殺恐龍炸遺跡的雙槍瘟神 為了探尋迷昂組織聖三一的真面目 解開父親遇害的真正原因 玩家將跟著蘿拉尋訪如墨西哥、秘魯等多個國家 穿越聖利峭壁、熱帶叢林甚至是水底的秘境等不同的地形 根據官方表示 這次的地圖大小將會是前作的三倍呢 除了聖三一的傭兵會出來攪局之外 這次的自然環境和陰森的古墓 也會藏有更加致命的陷阱 玩家不但得活用蘿拉在前兩代冒險中所習得的技能 還要學會像是迷彩衛裝、攀牆跑酷等更多戰鬥技巧 才能夠突破九死一生的難關 可以期待古墓奇兵暗影中的動作性會更加的提升喔 想要一睹成為完全體的蘿拉 那就一定要玩這款囉 除了以上所介紹的遊戲之外 當然還有像是獅血代碼 精靈寶可夢 Let's Go 吉卡丘一部 《過渡沙龍殷尸錄》等作品 也背負了許多人的期待 玩家們你最想玩的又是哪些呢 一起在下面的留言中跟大家分享討論吧